当绣带出现破裂或者破损时,我们要对其进行更换,接下来就是一个简易的操作流程,首先,绣套往下拉,取出,后面也是一样,往下拉, 取出,然后我们要更换的就是这个绣带,我们要取出的就是四个螺丝,一个,两个,三个,四个,把这四个螺丝取出, 取下螺丝后,然后把这两个倒气管,拿开, 拉的话,这有个轴,把它取出,它是插下面那个扣的, 然后的话,这个卡扣的话,后面有一个槽,稍微往上点一点,拉出来,即可, 接下来就是下面这个虫洞轴,这个片完,万拉,然后虫洞轴往下按,这个需要一点力气,这样就可以取出绣带, 旧绣带的话,我们这个插片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,然后我们只要用力,我要抽出, 然后画一个新的绣带,也是一样的道理,然后, 然后,插到下方, 当血压剂出现错误十五,错误十六的时候,可能是, 血压剂的承托或锁紧气囊出现故障,此时我们要对其进行更换, 然后绣带已经取出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,把这个纯洞轴拿出, 记住,纯洞轴拿出时候,最好是做一个标记,可以在这里, 做上记号,这个朝外,如果没有忘记做标记的话, 这外面这一边应该是比里头,这一边是应该要更大的, 就这个轴,最好是可以做一个标记,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,这个是锁紧气囊, 然后,下面这个是承托气囊,现在我们对其进行更换, 我们可以把这个血压剂后盖打开, 打开之后,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根管子, 这两根气管,它就是连接锁紧气囊和承托气囊的, 我们可以把它拔开,然后再往这边,这个锁紧气囊, 我们可以用起椅子,因为它下面是有胶带, 我们可以用起椅子,把它切开, 锁紧气囊完全扯起的时候, 然后我们可以,这后边抬起, 这后边有两根管子, 然后我们直接从这前面, 用点力,把它冲出, 把它冲出, 然后我们可以,这后边抬起, 把它冲出, 把它冲出, 把这一整根, 嗯,全部晃掉就行, 然后, 前多气囊也是, 一样的, 这下面也是用胶, 搞出来, 然后我们有起子把它顶起, 顶起之后, 我们用手往外扯, 这也是, 后面有连了根管子, 把它扯出来, 顶起, 也是把这一整块晃掉, 找到两个全新的, 锁紧和承托器囊, 然后, 重新把它安装上去, 然后, 这一边, 背面, 用双面胶粘住, 然后, 这个有凸鞋的一头, 是朝上的, 然后, 我们是, 以这个方向, 放回, 下方, 先放回去, 然后, 这里, 这个管子, 是穿过这, 下方也, 穿过这个孔, 这个孔, 下方, 里面这里是, 穿过这里, 这里有个孔, 这个孔, 下方, 穿进去, 穿过, 然后把它拉起来, 拉住, 然后, 再固定这一边的, 沉托器能, 固定这边这个, 沉托器能, 浇水粘住, 我们可以用这个起子, 按压一下, 它是这一头, 是朝向这一边的, 注意它的方向, 然后这样就装好, 然后再, 装一下这个, 锁紧器脑, 锁紧器脑也是, 这根管子也是穿过, 刚才上面那个孔, 穿过这孔, 拉出, 然后它的方向是垂直的, 它是一个七字形, 七字, 然后也是要用浇水, 把下方粘住, 粘到上面, 注意它的位置, 它一定是, 七字是朝这边的, 开口, 不过手不好操作的话, 可以用这个, 起子, 按住, 下面的浇水, 让它粘住, 注意, 粘好之后, 它基本上是和这个, 和这个轴是平行的, 然后背面把它, 两个管子连上, 这一根长一根短, 这个短的是, 连接锁紧器囊的管子, 然后我们是, 连接这个红色的, 锁紧器囊和沉托器囊的管子, 然后连接这里, 这样锁紧器囊和沉托器囊就换好了, 然后接下来就是, 把绣带再重新装上就可以了, 我们把锁紧器囊和沉托器囊换好之后, 现在就是把这个复原, 首先, 我们把这个虫洞轴, 因为我们之前是做过标记的, 这一侧, 就是大头这一侧, 是朝外的, 现在可以放进去, 最准备, 放下即可, 然后把它绣带, 先把这上半部固定, 这后面有一个卡口, 这边有个卡口, 钉下去, 然后放下, 这样就行, 啸针, 然后有这个箱子, 然后这下方也有一个卡口, 这里面这个与这个销针的另一图, 连上, 对准, 然后这个插进去之后, 这下方也有一个小孔, 然后是相对的, 不要插上面的孔, 是下面只有一个孔, 对准之后就行, 然后这个就不会掉下来了, 就不会动了, 这绣带就装好了, 先把这个, 虫洞轴, 稍微这个往外拉, 然后这个往上顶, 这样就固定了, 然后把这个螺丝, 冰上, 依次拟伤, 四个螺丝拧紧之后, 把这个广子, 再拟好, 它是, 它是, 它是广子不交叉, 朝外的一侧, 连接这前, 前方的, 里头一侧是连接里面的, 连接完之后, 维修完之后就是, 再重新测量一次, 如果, 血压剂不再爆错, 那么说明此次维修成功, 最后的话, 然后把这个, 绣套再装上, 这是, 它一头大一头小, 这个大头是朝外的, 小的一头是朝那里的,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, 有个凸起的地方, 这有个凸起, 然后对准的是这个, 正中, 这也有个卡口, 然后, 装上, 稍微往里, 用点力, 后面的也是一样, 它有个凸起的地方, 这有一样, 有一个卡口, 这是下方, 正上方, 有卡口, 然后, 装上, 这个, 这一头, 这, 稍微有点力, 把你,往里抵, 卡, 再卡进, 这样, 就把袖子装好了, 谢谢观看